被炒救車師傅,右腳掌被撞斷 抗議打壓公會 早前被炒前日還絕食抗議的馬偉雄 昨天遇上交通意外 補助名參加下個月駕駛全馬的他 昨天下午下街被戰園回深井家 少時司機報稱被後面一架Benz對鞋子 兼不故而去 有腳掌被撞斷的馬師傅 到深夜還做接駁手術 消息說由於傷口不齊 成功駁回的機會很明 警察說肩駕駛尾有明顯被撞過的行跡 正在找著目擊者 以危害導致他人嚴重受傷 和沒有受傷的20歲司機 以個被撞的煤氣公司 變壓站受損一度流煤氣 要人來山製維修公應沒有受影響 馬太太自己認為事件有可疑 她決定報警 希望警方設查這次事件 不要當是普通的交通意外去做一個調查 在駕院做了16年的馬師傅 之前和同事籌組工會期間突然被炒 聲稱被脂肪打壓的他 先後在兩間分校堵塞兼絕食 昨天早上先和另一個被炒的師傅 透過職工盟告駕院無理解僱 鑽霍醫生說 就算腳掌駁得回 每動能力都會比以前差 如果復原理想的督眾鬼而駕到車 有機會重草故業 但就可能要放棄他現代的馬拉蟲